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董宏受贿案的最新进展 八月二十六日京岛中院公开审理董宏受贿一案 据法院指控九九年到二零二零年董宏利用职务便利 为单位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拦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 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 总共合计人民币四点六亿余人民币 提及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证据董宏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资料显示董宏出生于一九五三年 毕业于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 他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仕途上有诸多交集 甚至被称为王岐山大管家 以前一度引起外界关注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六年 王岐山先后担任广东省的副省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 而董宏在这个期间都是以秘书的身份来辅佐王岐山 但是也有分析指出 董宏二零零六年就离开王岐山 出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职副部级 早就不在王岐山身边工作了 因此案件是否会波及王岐山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此前在二零二零年十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董宏接受调查 在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董宏又被开除党籍 根据官方通报董宏的问题是理想信念坍塌四个信心丧失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大搞迷信活动 违规干预插手执记执法活动 无视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接受宴请接受礼品礼金 纵容默许亲属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牟利 腐花堕落家风败坏收财敛财全钱交易等 而同时还说董宏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 香港媒体曾经报道董宏的妻子也有涉案 他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术团 近年十分活跃 在中国各地表演与商界关系也密切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官员在周四表示 习近平旨在缓解中国不平等现象 推动共同繁荣并不意味着杀富济贫 这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官员韩文秀 在北京一次简报会上所说的 还特别强调说中国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他说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帮助落后的人 但是也应该鼓励努力工作 说不能等待帮助不能等待他人的依赖 同时也不能祈求帮助不能支持游手好闲者 最近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几个行业的打击 让投资者愈发感到不安 这些措施的目的部分是遏制生活成本压力以及收紧 防垄断规则和数据保护 韩正说最近监管互联网公司的政策 旨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绝不是针对私营企业或者是外国公司 他特别强调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经济 让巨大个人财富得以积累 但是这样的情况也被认为加剧了不平等 特别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城市生活高成本也导致了出生率急剧下降 今年中国家庭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正式出台 而放款的经济增长和竞争残酷 也促使一些年轻城市人接受一种被称为平躺的消极态度 而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主持会议说合法收入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中国应该调整过高收入 还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这样的一番话也引起了对于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改造的一些痛苦回忆 韩文秀补充表示会通过税收政策鼓励慈善捐赠 改善分配结构又说捐赠不是强制性的 有一些科技行业的重量级人物最近已宣布了重大的慈善捐赠和对救灾工作的支持 比如腾讯本月表示将花费五百亿人民币来促取 促进共同繁荣事业 也有分析者表示企业可能会更多的设立社会责任资金 大企业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其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 他们必须要走在监管前面才可以避免麻烦 再为您更注意的是贸易方面的有关情况 同样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重在与美国就贸易问题保持正常沟通 此前华盛顿和北京在二零二零年一月签署了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之内将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增加两千亿美元 经济学家表示北京在实现目标方面已经落后 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流行病 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问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告诉记者 我们一直强调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实施 又表示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文章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委委委委员齐嘉宾的话说 截至三万年中共有超过九千五百一十四万名党员 四百八十六万个基层党组织又说我们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已经有九十多万名不合格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记者会上 他表示十八大以来已进行了五次集中学习教育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 结合组织生活会和民主平议党员经常处置不合格党员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一个不留 有坚决清除出党现有九十多万人出党 他还表示我们严格把握党员队伍的入口关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入党程序非常严格 不仅个人要积极申请还要接受组织的严格考察 而同时会议上国家监察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王建新还表示 十八大至今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一共立案审查调查超过三百八十八万件案件 总共调查了四百一十七万人 给予了三百八十万人党继政务处分 又说未来会继续在纪检直记反腐等领域从严治党 而在同场会议上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则说 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建立在错误认知之上 他说世界民主有不同形式 如果有人想把自己国家的制度和民主强迫给他国 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分裂和对抗 他还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显示民主制度的成功 美国不懂民主 还说美国应该对于中国持欢迎态度 而不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排斥态度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病毒溯源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北京驻美国大使馆在周三又发布了一篇评论 美国媒体拒绝发表这一篇评论 其中表示拒绝疫情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理由是科学共识是大源自自然 建议世卫组织进一步调查中国实验室的尝试 已被中国政府拒绝 但是文章表示现在应该调查病毒是否来自美国实验室 世卫组织的高级官员在周三简报会上表示 中国说实验室泄露的假设是没有根据 但是要求卫生机构调查其他国家的研究室 这显然是矛盾的 他说他希望了解中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声明 而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表示 还没有公布的美国报告审查的病毒是来自大自然 还是实验室事故 但是一开始就从错误的前提出发 不存在任何中国实验室制造的病毒 他重申了中国政府毫无根据的主张 就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实验室 并呼吁世卫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 大使馆在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自己大门紧闭 再次鼓动在中国进行溯源 试图证明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鉴于自己在实验室方面记录有问题 美国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和德克里克堡北卡莱纳州联合进行起源研究吗 北京此前一多次提出美国是病毒源头的阴谋论 但是大使馆的声明是在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报告发布之前 明显有所指 该报告部分内容预计在未来几天解密 在新的声明中中国大使馆还表示 已向美国媒体提交了反驳实验室泄露理论的文章 但是都被拒绝了 说大使馆最近给美国媒体写了一些文章 解释中国的立场并澄清事实 但都被拒绝发稿 你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别人 却不给他们辩护的机会 这就是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世卫组织应急计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周三表示 他对于中国对实验室泄密假设的立场难以理解 但他说非常愿意与我们的中国同事接触 以了解他们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 他们说目前的情况是 关于病毒来源的所有假设还都在讨论中 根据目前的分析 有些假设比其他假设更有可能 但所有这些假设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调查 我们将去看看所有这些线索 会让世卫组织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感谢您收看本期近日华尔街节目 请记得点赞转发订阅 今日华尔街及华尔街电视频道加入会员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订阅